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你又想玩遊戲嗎 誰在弄燈 玩甚麼玩,拿來煮吧 由於煮來煮,是否也是 焦鹽、燒、燜,也是這樣 還有很多做法 做日式魷魚筒飯 你知道失敗了會怎樣的吧 有否很生涼 很生涼 你說煮這道菜時 我馬上想起去日本的便當 可以吃,香港比較少 是嗎?那今天就煮給你吃吧 好,我們是… 這個米,反而好奇的米是用… 這是飯,這是飯 飯是米嗎 還沒煮就是米 這個是… 最主要是飯 普通飯就不用用珍珠米嗎 普通飯也可以 如果真的有些要求 你用珍珠米也可以 好的 我們的材料非常簡單 其實炒飯中 你喜歡用甚麼材料都可以 切火腿,切粒 為何你會想到做魷魚筒飯 因為我本身也想做這個食口 這次藉著這個機會做… 魷魚新鮮,還有魷魚這陣子很熱 所以就做一做小事 對… 對嗎?我聽到 我自己也喜歡吃魷魚 但來來去去,如果去居酒屋吃的話 都是燒魷魚筒,又或者串燒 除了燒之外,醬汁煮 醬汁煮的話就少了一點 炒飯也是來來去洋蔥 洋蔥、火腿、熟米、蛋 炒飯有信心嗎 你炒飯嗎 有,那一盞炒鑊 我教你炒飯吧,又要炒飯 你覺得我這句為何學有所證明 也跟著你這麼久 也跟著你 可以下山 下山,即是叫我收山的意思 即是你收山吧 怎會學滿師 搞笑的,根本就是不可能 我覺得是因為他應該想塞著我 不想再…我再說話就稱讚我一句 有甚麼想繼續學?我很多東西都未學到 如果我最想學應該是刀法 還有炒鑊我認識 然後還有… 斬雞,可能斬大型的肉類 還未認識 對炒鑊我第一天認識你 已經很有信心 炒鑊這件事 我也準備了兩份 兩份? 因為我預約了一份給你… 不,是給你創新 嘗試一下 沒錯 我做過正常的 是,你呢 我們放了洋蔥和火腿 好 炒飯對你來說應該很簡單 其實我沒炒過飯 我炒過麵 因為我覺得炒飯真的很難 我相信大家有吃過好吃的炒飯 還有不好吃,不好吃就是米很軟 然後又很散 但好吃的那些是粒粒都很乾身 究竟怎樣可以在家裡 控制到火候做到粒粒乾身 所以就需要一個很高的技巧 我就覺得應該不懂了 那就覺得很難 如果是日本,通常釀完 還要用明火爐去燒 是否用網夾著的 對,用明火爐去燒 更加香,加一點油 然後加個飯 懶飯 炒飯… 知道了 知道… 不是,我想你教我 我不是這麼累 炒飯 我不會這樣捉飯 我會這樣按 為何不能這樣捉 捉飯會捉爛一點 你這樣捉,純粹按扁 讓它很平均受熱 然後它會很容易炒到粒粒 我們先捉平均 因為炒飯的重點是要它很乾身 和很滑 把一隻蛋放進去 是 然後加一點鹽 然後你把它們捉起來 所以就算是在家裡 不用用很大的火喉 也可以炒到一粒粒 中大火炒飯會最好 按一下它 秘訣就是按平均受熱 然後再炒一下 你看到它也一粒粒分得很散 讓你嘗嘗 粟米可以加進去 粟米很棒 我想問有問題 如果廚師有些東西特別不喜歡吃 他會不會特別去煮 除非客人真的要求 是否有點機器 也是 因為如果你不喜歡吃 很難煮得那東西特別好吃 因為你未試 也不吃 不吃吧 我已經試過了 我的力量 先加一點醬油 這是甚麼醬油 日本醬油 好… 你試一下 我很緊張 剩下一半給我 被我吵了 可以 玩完了嗎 然後他就繼續… 是 炒香了,調味道就放在魷魚上 現在先關火,放在一旁 好 魷魚通常有酥的部分 還有骨頭 這裡有骨頭,很透明 把它拔出來 這是新鮮魷魚嗎 新鮮魷魚 其實很少可以買冰鮮的 也有,但新鮮也不會很貴 所以我會買新鮮品 這部分不要,切開 嘴巴不要 對 如果好一點,我們洗一下 然後把水印乾淨 才會再釀 最簡單的做法 又不會怕魷魚筒不熟 就是隔水蒸完 再煎到香港的表面 再煮醬汁,淋在表面 這樣是最簡單的 一開始先不要太多 因為下面的位置很窄 這裡才會寬闊 先把水印乾淨到底部 如果不能迫在底部 我們要用筷子刮一下 想要握得多緊 握得越緊 一會切出來的效果就越漂亮 好,我們釀至差不多 你可以摸一下魷魚身 這樣也會漲漲漲漲 乖 然後我們用牙籤 然後純粹封住 其實它釀在魷魚上 待會焗的時候 飯可以吸入魷魚鮮味 對,會的 這樣就可以放進烤箱裡 這個醬呢 一起放進烤箱裡 大概15至25分鐘 視乎魷魚大小 好 對 好,魷魚完成 然後煮汁 焗完後就煮簡單的燒汁 是 也是日式三步 豉油味淋加… 咖啡 對,我們今天還會加一堆薑蓉 很棒 自由跟薑很相配 要煮得怎樣 這裡煮至收汁 待會就會比較稠 會掛到魷魚桶上 你看到開始收汁 現在可以放魷魚桶 我還以為會淋上去 這樣會均勻一點 煮一下會比較好 我先試汁 好像是冬型一樣 很短時間加熱 然後掛了身 我們就可以上碟吃 對,我們切開足夠 我們再灑芝麻在表面 當然會變得好,就可以吃了 不過,這個魷魚桶飯完成了 我發現它這個位置 其實跟我的頭有點相似 配合你的頭 像嗎?我的髮… 我的髮型 而且我覺得這個位置最好吃 你吃過頭,我吃過味道吧 好 而且它還有飯 所以煮的時候要壓得夠實 對 我放得太大,我的嘴巴 一定要塞得夠滿 吃下去 一口都是飯和魷魚 還有薑很美味,配上魷魚 因為平時我吃魷魚 我會多數在家裡煮 會點蛋黃醬去吃 對,你很喜歡吃蛋黃醬 很喜歡,我甚麼都加蛋黃醬 主角是魷魚 魷魚,對 這個味道出來的效果 真的像在日本吃的味道 我覺得新年可以煮這個 不知道,我覺得是有風性的意思 魷魚包著很多米 你吃完之後,人家就會有米 有米 是嗎?我吃你剛才說的 你問我這是甚麼 我說是米 它就是米而已,有米 好 吃吧 過年就可以做這個 好,我做給你吃 好 吃要大家的 吃 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褐蜜青口 你是否知道我不能喝酒 然後訓練我 立即訓練你吧 是嗎 拿褐蜜蜜 可以的,試試吧 那怎樣?我們的青口… 這個超大隻 我們切了一些配料 切點蒜蓉 因為青口通常都是做意粉 放一、兩隻進去做樣子 很少真的會煮一道菜 而主角是青口 這個我們煮過青口 然後我們可以配蒜蓉包 蘸醬汁吃 又是你喜歡吃的麵包 對 為何會配麵包吃 因為這個有醬汁 然後煮完 我們用麵包吸收醬汁 這樣有精華在醬汁,好嗎 因為我不是特別喜歡吃青口 如果是生蠔或青口 我以前也不吃生蠔 怕它會吃 其實海鮮最重要是新鮮 或者調配得好 海鮮就沒甚麼大問題 而且你用酒去煮 已經可以了 因為去掉了那股… 對,所以… 如果有的味道,如果有的話 但我想問這隻,例如這隻 這是急凍青口 是否可以直接吃?解凍了嗎 這個其實… 解凍了之後,我也會飛水 飛水的話 可能是檸檬切開一半 放在水裡,加少許鹽去灑 用檸檬? 對 我們這次用很多紫陽葱 這個放半個 再煮番茄醬、蘿辣 這個味道比較豐富 而且有口感,有些韌聲 進來了 知道你喜歡吃番茄 謝謝你,洗了一下 洗了一下 我喜歡吃你上次的中筋 這個也是要煮軟的 這個也是 我們可以放一半去煮軟 然後一半去擺臉 你有去旅行的時候 去過甚麼地方 有海鮮嗎 你試過後,真的… 那個地方才能吃到 然後回香港就很想重新演繹 有…我很記得我去澳洲 上一架船出海 然後馬上去撈山蠔和鮑魚 馬上吃 鮑魚 和龍蝦 馬上吃龍蝦 馬上吃龍蝦 對,跳下去撈上來 然後馬上吃 我沒吃過這麼新鮮的山蝦 任何海鮮當日吃的 我沒吃過這麼新鮮的山蝦 和鮮甜味是無法形容的 我想我的旅行吃了一百隻蝦 很想吃 我還沒去過澳洲 不過澳洲海鮮這麼漂亮 海鮮一定很新鮮的 超新鮮的,我真的沒吃過這麼好吃 在香港找不到 我應該不會為了想找… 或者想收拾好東西吃去喝潛水 但我會為了想見海龜而去喝 好,我們現在要加牛油 先加少許油,再加牛油 為何不直接加?怕焦嗎 怕它容易焦 好 接著我們來火 先加蒜蓉和洋蔥炒 炒香蒜和洋蔥炒至軟軟 就可以加青口 煮甚麼都好 我聽過你剛才的旅程 我很想生吃一點 但這個不能生吃,我記得 你吃青口嗎 其實甚麼都可以吃 沒有青口 魚呢…有些奇怪的魚嗎 特別嗎 奇怪 沒有魚,真的… 龍蝦、鮑魚 也很開心 蠔是必吃的 它是一抽拿起來嗎 很多,那裡是正產蠔 那裡是焦灑的 焦灑的 焦灑,對 這個要反過來嗎 這個要擦它 好 然後這個是酒 我即時淋就可以了 我以為要等它差不多 即時淋 好 待會揮發了酒味 你會聞到一股… 也挺鹹的 我醉了,馬上吃 酒的味道比較濃 比蕃茄和果辣 都是一些比較香濃的香草 出來的味道會比較好 鹹一點 如果用白酒 配上一些忌廉 可能會比較合適 白酒有一點苦澀的味道 是否有點甘的味道 看看用甚麼白酒 我用假的味道 我完全連紅酒和白酒都喝不到 我一定只可以喝果汁酒 我喝酒是閉氣的 即是你不喜歡 不要浪費酒 也是的 有時候朋友開心也要喝兩口 我們把茄汁加進去 加一點水 一份蕃茄醬或生茄汁 要加半份水 調大火讓它煮沸 我們先加一點蕃茄 其實我不會知道青口熟味 只是看醬汁的稀潔度 因為本身都可以吃 你輕輕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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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其實主要是煮醬汁 如果我想用醬汁煮青口 其實用冰鮮的醬汁就可以了 其實生的青口這樣煮 醬汁會更鮮甜 對 它很快會變稠 我們放進去 我們可以用慢火 慢慢煮一下 從小到大 在一間餐廳吃了 用茄汁海鮮湯意粉 然後再自己變成少許東西 加了酒再煮 其實普遍煮甚麼海鮮都可以 像Yoshi所說 蘸麵包也可以 放意粉也可以 其實這個質感差不多了吧 對 很鮮 但可以再鹹多一點 鹹多一點… 對 這個蘸麵包和薯蓉很美味 所以可以拌麵包也可以 我考慮了所有澱粉質 但我覺得這個包 應該要加點蒜蓉和牛油 蒜蓉和牛油香草,好嗎 需要 還有發包 我們先切開 要保持這樣煮著 可以洗一格火 好 發包,然後預先把牛油融化 然後加點蒜蓉 加點百里香 把牛油香焗出來就會更加香 我們就不要了 我直接喝湯也可以 因為我沒想過 蕃茄汁會有這麼濃的青口味 因為煮了一會 這個我們就這樣放在麵 然後拿進焗爐,焗香就可以了 我直接看這碟 我真的很想喝完這個湯 你最喜歡的蕃茄 很好吃 因為剛才我不是不斷試醬汁嗎 其實是無懈可擊的 我把筆給你試一下 好 這個最大的青口 我讓你去澳洲的感覺 有些醬汁蘸麵包 好,乾杯 乾杯 我的口夠大 這個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很鮮甜 而且蕃茄的味道很出色 它完全是一口肉 雖然是冰鮮,但也很有鮮味 對,加上醬汁 好 麵包很棒 我先試試 喝… 很美味 我覺得這個要配麵包 配意粉好像不是最好吃 蒜蓉包 蒜蓉發包 就這樣也不要,一定要蒜蓉 對,其實加剛才我們用的魷魚 切了一圈,加些蜆 這樣下去煮一盤 其實這樣也更鮮甜 如果加上蜆 因為這個醬汁 真的可以吸收青口的鮮味 所以你蘸麵包 也好像在吃海鮮湯 再加酥皮 這道菜不得了 我覺得下次真的可以 我們研究一下 如何把這個變成湯 然後加酥皮 再加麵包 要把這個澱粉推到極佔 好,我想想 好… 但我要先吃這個 這個真的很好吃 可以吃炭 很酷 可以吃這個 好,不錯 會的 然後一個 就會變成湯 很色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